在我国,男女犯人分别关押管理,所以女子监区里极少有男人,女囚在狱中凭空怀孕的情况更是绝不可能出现,1994年,湖南某监狱中竟出现一桩离奇之事,一名女犯人在狱中竟然怀孕了,此事令人匪夷所思,于是,狱警们进行了两轮仔细自查,把所有与男性接触的可能都想了个遍。 然而最终还是毫无收获,当众人皆深感困惑之际,没想到一场针对女犯人的临时体检,竟将事件的真相呈现了出来,这是怎么回事,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 监狱长,013号监区有个女囚,叫下某连,静检查,发现她竟然怀孕了。 1994年下,在湖南的一所女子监狱中,一位女管教匆忙跑进监狱长办公室,张嘴就说了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,女监狱长被说得愣住了,带她回过神来,第一句话便问道,你真谛确定吗? 获得肯定答复后,监狱长玄机察觉到,恐怕要有严重的事情发生了,夏某连早已在监狱服刑,时间超过两年,在此期间,她没有获得过任何保外就医之类的经历。 现今竟查出有人怀孕,这显然表明监狱内部的管理存在漏洞,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。 不久后,一群人见到了被单独隔离并关押着的夏某连,谁都没想到,事情已然如此, 她对那个男人只字不提,不管问什么,都只是默默流泪,一言不发,这边短期内难以使她主动说话,于是监狱内部迅速启动了自我检查工作。 两个月前,但凡进入过女子监区的男性,均被当作了具有潜在嫌疑的对象而被列入其中,然而在极短的时间里,这个曾被怀疑的方向经证实。 其实错误的,该结果清晰明了,仅有的几个男人都没时间和动机,如此一来,最大的可能难道是女管教从中作梗吗? 其实,作为女子监狱的管理工作者,此前大家或多或少都听闻过某些传言,部分死刑女囚围囚一线生机,利用孕期,哺乳期,不执行死刑的规定,试图钻法律的空子。 有人企图贿赂监区管教人员,以故意人为受孕的手段,实现于监狱内怀孕的不良企图,然而,夏某连锁犯之罪并非死罪,刑期近几年,且平时表现优良,实在找不出这样做的缘由啊。 刹那间,众人皆陷入紧张之中,似乎此事已变得难以解释,怎样都说不通了,当监狱内部管理人员展开自查之际,御医接到指令,需对女子监狱的全体犯人开展新一轮的临时性体检工作,目标在于彻底消除所有潜在风险。 绝不能让出现有人怀孕这种情况再度发生,谁能想到,此次体检不仅查明了夏某连怀孕的事情,更令人震惊的是,还揭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,真可谓是不进行一番探查就毫无察觉,可一旦去查探,那结果着实令人惊愕不已,在女监区,御医进行临时体检时,竟发现有个犯人是男扮女装。 不遮掩,直接了当地为所有人解开了疑惑,她却为生理健全的男性因犯罪入狱,且未夹带任何阴谋与目的。 情况属实,其实,若真要讲起她本人的故事,那着实令人感慨万千,不禁为之叹息,原来,她从男儿身变得如女儿般姿态,这背后实则是有着不便言说的苦衷,李军家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,她对生母毫无印象,其母生妹妹时难产大出血,不幸离世, 那时李军还小,在往后的好些年中,她与父亲,奶奶还有妹妹共同生活,彼此依靠,相互扶持,在此期间,她父亲始终未在娶妻,然而,后来父亲碰上那档子麻烦事,要不然,她也不至于变成如今这般模样,李军十来岁时。 其所住的村子里,猛然间出现一个陌生女人,她衣衫蓝绿,模样狼狈,那时女人四处求人,哀家敲门求助,众人皆碧而远之,唯有李军的父亲,心怀善念,怨施怨守。 她不仅把女人领进家中,更找出已是妻子的己见就医,为女人进行了一番简单的装扮,李军那是已懂事,她模糊地记得。 村里有人在谈论,说这个女人乃是从隔壁山村花钱买来的媳妇,多次逃跑,却屡次被抓回,久而久之,大家对此习以为常,便也不再有人多管这档子事了。 这一次依旧如此,当日便有众多人气势汹汹地前来,目的是要把人带走,然而,令众人始料未及的是,李军的父亲竟出手阻拦,态度坚决地不让任何人将女孩带走,闹腾了好一阵,最后村里长辈出面调解,李军父亲拿出上千块钱,从南方那把女孩给买了下来,就这样,女孩成功逃离危险。 没想到,隔天,李军的父亲便带着女孩走出大山,前往警局报案,助她踏上归家之路,在那之后的好些日子,村里人都觉得李军的父亲傻乎乎的,然而,意想不到的反转之势紧接着就出现了,约半年后,那女孩竟再度归来。 并且主动向李军的父亲示爱,这着实让人意外,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,与一位超过三十五岁的山村汉子,如此这般,携手共同构筑起了一个新的家庭,婚后生活十分幸福。 仅半年左右,李军的年轻继母便有了身孕,随后为她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妹妹,本以为这家人能一直辛苦,却幸福地生活,然而命运弄人,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,致使李军的父亲骤然离世,家中顶梁柱骤然倒下。 至于孤寡老少,众人皆认为,这个年轻女孩会选择离开令家他人,没想到,那人竟然真的积极地承担起了家中的责任,主动将家庭的重担扛在了自己的肩上,数年时光匆匆而过,李军已从稚嫩孩童成长为青春小伙,如今更是家中当之无愧的唯一男子汉。 他与继母仅相差九岁,故而许多话都乐意对继母倾诉,在不少事情上也较为听从继母的意见,很多时候在家中,李军并无男女大房的观念,在他看来,继母宛如一个亲切的大姐姐,让他没有距离感。 某天,继母看她是新衣服时,下意识地与她有了肢体接触,她瞬间如遭电击,满脸通红,迅速跑开了。 然而之后,她明显察觉到继母的某些行为变得很奇怪,有一次家中无人,继母从她身后将其抱住,彼此沉默不语,然而他们最终还是逾越了道德的界限,此后,两人关系极为复杂,继母对她关怀有加,然而对她交女友之事却格外抵触反感。 有一回,她俩不巧,被奶奶发现了,那一刻,两人惊慌失措,觉得天都要她下来了。 没想到,事后奶奶竟未发一言,而在隔天夜里,她选择了投河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村里人不明就里,以为奶奶是意外失足落水。 所以帮忙料理了奶奶的后事,内心满怀愧疚的两人,最终做出决定从村子里搬出去,找个新地方,开启全新的生活。 如此一来,完全脱离原先环境的两个人,如同脱缰之马。 彻底地获得了自由,尽情地放飞自我,为维护对外形象,继母竟将李军装扮成女孩,还对外声称她就是个女孩子,经李军前女友证实。 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被确定了下来,在多方的助力推动下,李军的女孩身份在周围人的谈论中,竟被认定是事实了。 李军所说之事已足够离奇荒诞,谁料其后续经历更是令人瞠目结舌,真正颠覆了人们的三观。 他年岁见长,不知继母做何想法,违将他的女子身份做实,竟生出个极为糟糕的主意来,那便是寻个男子。 策划一场假结婚的戏码,让他来配合完成这个安排,年纪二十岁出头的他,在继母的安排下,与名为耿昌的男子进行了一场假结婚,从此人生轨迹发生改变,原本讲好结婚,不过是个借口,双方仍各自生活,过些日子,二人就去把婚离了。 事情就这么简单,未曾料到,这一行为,竟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,导致引狼入室的结果,实在是事与愿违,耿昌没多久,便弄明白了李军与继母的真实关系,随后竟肆无忌惮地对其进行要挟,他提出要求,只有继母陪他几个晚上,他才会将消息保守住,不对外泄露,一家子因短处被耿昌拿捏,无奈之下,只得咬着牙,心不甘情不愿地顺从了耿昌,耿昌表面外出打工, 实则每月或李军等人给的封口费,他打工归来后,竟直接与李军继母,发生了不正当关系。 这般杂乱的家庭关系,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竟然持续了三年有余,若李军未因财务问题犯法获行,他作为银行职员,恐怕还会继续荒唐行事,不知会带来何种后果。 这些话讲完后,众人在那一瞬间都陷入了短暂的茫然,似乎有些难以立刻做出反应,之后向下某连求证, 似乎情况确实如李军所说的那般,一切好像都是真的,随后,警方前往李军家中进行求证,然而,得到的竟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, 不久后,李军入狱,家中竟突发中毒事件,他的继母与他所谓的假丈夫。 已然双双中毒身亡,李军得知这一消息后,竟有些精神恍惚,据悉,当时的调查结果,为其误服了农药所致,现今依据全部事实来推测,或许存在继母主动带着耿昌寻死的这种可能性,不能排除,真相最终水落石出。 然而,此事件竟牵扯出三条人命,着实令人不禁为之铠叹和惋惜这起荒诞不惊的事,令全体监狱管理人员高度警觉,将其视为重大教训并引以为戒。 这起事件不仅令人震惊,更引发了深刻的反思,它暴露了人性的复杂和道德的边界,同时也提醒我们。 法律的执行和监管机制需要更加完善,以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。 此外,它也告诉我们,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境遇,我们都应该坚守道德底线,用正确的方式解决问题,而不是采取极端或非法的手段,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影响自己和他人的命运。 因此,我们必须谨慎行事,对自己的行为负责,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身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